受到寒流的影響 印度首都新德里 五號創下設施 二點二度的低溫紀錄 不只人們穿厚重的衣物 寵物和牛隻 也得披上毛毯預寒 還有五歲以下的小孩 感冒的人數也大增 大街上無家可歸的民眾 在路邊燒著火爐取暖 能夠看到機車騎士 穿著後外套 還特地來送暖 把毯子交給小孩 受到寒流影響 印度北部部分地區 出現了低溫氣候 讓首都新德里 五號還創下了低溫紀錄 只有攝氏二點二度 冷騷騷的溫度 讓街上騎著機車 三輪車的民眾 都穿上了厚重衣物 有些騎士甚至冷到 連手指都降化凍傷 就連畜牧業者 養的小狗跟牛 也披上了毯子保暖 或是縮在地毯上取暖 而醫院裡小兒科的門診 更是大排長龍 特別是一歲到五歲的小孩 都因此感冒 不斷地咳嗽發燒 過去印度的一二月低溫 大約在設施八度左右 並不像北美等其他地區那麼寒冷 現在寒流持續發威 卻有數百萬貧困人口 因為無家可歸 只能夠露宿街頭 如果沒有足夠的保暖 衣物 受到嚴冬的影響 甚至可能會因此死亡 故人欣賞聖病疫